貴人星 但都是一顆小小的助力 如果你找對對象的話 即是如果你找到一些男星的幫助助力 這樣也可以 但太陽星就著和爸爸的關係會差一點 也留意爸爸的身體可能會走下波 但太陽會帶有脾氣 所以今年會突然變大了 看東西會比較主觀 另外有一顆陰煞星 陰煞星是和小人和一些邪惡有關的 所以盡量不要談病問喪 可憐則變 如果沒有必要 也不要在深夜出街 就算你出街也要找人陪下 一些怪力亂神的事情 很容易招惹到 除此之外 陰煞年代表少人 所以今年容易招惹去猜疑 妒忌 歡樂是非 和容易被人在後面作弄 今年會有理想和抱負 因為它有一顆天空星 會令到人很容易只懂得思考 但不會行動 或者是很多的幻想 八百日夢等等 都會有 最後 屬豬的朋友 1947年 五九 七一 八三 九五 零七年 吉星 有天月貴人 亦有翼馬星 通星 有天通 桑門 孤神 炮尾 天月貴人 星 蘭 經常有出現的 是一顆很大的貴人 魚拿情長 所以亦都適宜和人合作去賺錢 在內 逆馬星 蘭 一樣 動物量不大 經常要走動 就算你不去旅行 你的工作可能都會突然間變的 又或者是突然間 我租屋的業主說要收回一層樓 都要逼著我本屋等等 這些都是個逆馬星人關 化解方法 又是 你可以在年頭 或者上半年的時候 去一個比較長一點的旅行 去化解了它 探尾星 代表又是 一些不順利 被人瀏覽 不被信任的情形 做事亦都比較難以集中精神影響表現 所以就要小心一點 今年裡面 內心比較不安 經常會想一些不好的事情 多受善感 感同身受 這些都會是孤神星影響到的 心靈空虛 尤其是男怕孤雷怕掛 尤其是孤神星對於男性的影響會特別明顯 喜歡一個人去外面 亦都有一種覺得 好像沒有人明白的心態 被人覺得好像很孤的感覺 喪門星又是一些探病問喪的 所以又是要小心一點 出入這些醫院 病狀地方 好 然後 剩下的新潮都講完了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想問嗎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去流連風水那裏 首先介紹一下 你們要有一個指南針 指南針分到東南 西北 東南 西南 西北 東北 八個方位 你看到頭上這個就比較方便一些 因為它自己會轉 然後有了指南針 然後怎樣量度呢 你在整間屋的中間 在整間屋的中間 拿著指南針 記住你身上如果有電話就先拿開 因為電話會很干擾到指南針 然後你將它放射八個方位出來 好像這樣 放射了之後 那你有了北面是什麼 東北面在哪裡 然後我們就會開始進行一個報告 2017年的流連方位是怎樣呢 首先你會看到這些粉紅色的 就會是吉星來的 黑色的就最衰 灰色的就第二衰 這些都會寫了一個方位 中國的一個東南西北的方位圖 它就會是天南地北 左東有西的方式 同樣是西方指南針 那個北方指在上面是剛剛吊著的 那這個你要去轉一轉 那所以東面 東面是八把星是最吉的 東南面九字星都是吉星 然後南面就是一個五王空星 是最衰的 再來西南面就是七呎 是一個破財星 西面三壁是一顆是非道茶 還有很多時候 譬如你升職 本來你很大機會的話 被突然升了第二個 即是那個機會被人搶了 都是這顆星狀怪的 西北面就是二黑的一個病星 都是麻煩的 北面是一顆吉星 這顆應該是屬於少吉星 那就是和官貴權力有關 它可以當是一個善業星 到東北面就是四六文昌 這個主要用來文昌有關 到中宮的中一屋的中間就是一百 這顆桃花星的 或者叫生育之星的 最簡單的 雞連下好運 你不需要學什麼風水什麼都不要理著 你總之放射到東南西北的方位出來 首先你找了一個正西位 家裡的正西位 因為那個正西位就是一個太歲的方位 記住 如果正西位你是有隻窗的話 那你由窗望出去 千萬不可以是洞土 不可以是地盤 不可以是拆樓 一定是糟糕的 我看幾個風水都是 太歲為一洞 糟糕的 那方法呢 就可以 你放在窗台 如果外面是洞土 你在窗台放食屍紙 或者簡單點有窗點 你拉過去 當然如果只有一個人在家 聽到一片窗 你拉起來就沒那麼好的 那另外 家裡的西面 因為由於太歲為 所以不可以放雜物 也不可以放一些壞了的東西 譬如壞了的電器 譬如一些爛了的傢俬 就不要放在西面 還有 西面適宜放一些意象吉祥的東西 但是 因為 三壁的是非星 和太歲為重疊了 所以當你放一些不好的東西的時候 就會吹禍了這顆刷星 搶你機會的星 我們可以怎樣呢 在西面這個空位 放一幅 這些花開富貴 這些畫 令到本來三壁這個熟木的星 是一個不好的星 將它的意象性 扭成一個吉祥的 如果有一個鐘 你也要拿開 有一個鐘 你也要拿開 因為有動漲 凡親那個位 那個三壁有動漲 都是不好的事情 也不合 都不合 都是爛東西 如果是廚房火龍呢 那反而OK 火 廚房都好些 會滑掉它 最怕是廁所 廁所又是最怕的 有動漲 有動漲 又熟水 還有 如果犯了以上的 西面是太睡位 西面是三壁位 犯了會是怎樣呢 是非不禍 拖彩 和疾病 受傷 因為這個三壁星 又是說道賊 亦是說打鬥 所以西方要保持結症 和放一些吉祥的東西 然後逐個公位說化解 或者催旺的方法 首先西北方位 二黑星 這個熟土的 講一些病痛 污毒 憂鬱 精神有問題的有關 如果當出現病痛的話 你可以放一些黑療石 胡佬類型的東西 去結合這個二黑 將這個二黑 交入胡佬去化 或者一些白水晶胡佬也可以 再講 最高深的方法 就是化殺身材 最好的風水方法 下策 我們叫做風水 遇到不好的東西 有四個缺 叫備化黨斗 當你化到最厲害的時候 其實就是化殺身材 你可以放一個金屬的蟬鎚 在那個位置 在那個身部位 化到那個耳下 放的時候 那就有分別了 基本上你看到蟬鎚 一個的蟬鎚 就沒有擔心 另一款的蟬鎚 就會擔心金錢 記住 我經常看的 擔心金錢的一切的 封水物 不可以向著窗外面 例如假設 我高的角落 就是犯了蟬鎚 我擔心蟬鎚 但是誰知道 蟬鎚是擔心金錢 而剛剛蟬鎚放在這裡 你打算向廳裡面 其實是出窗外面的 這些就會把你家的錢 全部搬走出去 所以記住 一切擔心金錢的東西 不能向到窗 你寧願把蟬鎚 領側一點 領側一點 面向別別牆 都可以 即是向門向窗都不行 向門向窗都不行 因為之前說的是耳黑熟土 所以我們就用金錢去洩土 例如化學生材 可不可以向自己辦公桌 可以 如果是辦公桌的 或者自己書桌的 可以 沒問題 老師 如果醫院這麼麻煩 不如上床 沒有單錢 也可以 都可以 不可以 只是手擠 不要向窗 如果沒有單錢 就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然後 南面 家裡的南面 是重災區 五王位 也是屬土 凡齊 都是屬土 跟大病 大災禍 血光 有關的化解 黃金元寶 又是 或者金屬葫蘆 如果那個屋子出事 你才用葫蘆 沒有出事 不要用葫蘆 又是 我的風水心得 就是 我上到別人家裡 上一手風水師 報下那些 這樣的葫蘆 一報了 如果那個家人本身沒有病 一擺完就馬上病 因為他的異象性要出來 只有什麼呢 就是那個家人本身病 一擺葫蘆就會慢慢的 很有趣的 有多少粒 元寶 元寶 如果大粒的 一粒足夠 小粒的 你可以放五粒 這裡有一個大的 上次給他們看 或者有五粒古詞 記住 五粒古詞 是否有六粒古詞 你有沒有聽過 有五個 挑著一柄 這隻是六個 挑著一柄 又是 這些不是用來化五黃 不要擺葬 外面 我經常說 做這些風水物品的生產商 是不懂風水的 他可能聽過某些事情 或者某些師傅告訴他 要做這些事情 他做了這些產品 就推出市場 但形成很多人不懂 這些是用來吹六白的 不是用來化五黃的 所以記住用五個 其實你如果這個 這麼大的尺寸 你放五個也可以 都可以 如果它本身是正宗的銅錢 因為它都是一個古董之下 它有個靈性 化五黃是很有效的 但你未必找到一些真正的銅錢 然後 五黃色不可以放些什麼 不可以有魚缸 有凍場 不可以的 有些紅色的擺設 不可以 有凍土的地方 不可以 還有如果五黃色 進入睡房 就大劑 很容易病痛 意外 麻煩的事情 全部都會出來 所以記住 要放東西去化解 我想問 如果門口 可以開熱場嗎 因為是藍營 不可以 因為燈很熟火 會三黃五黃色 要三黃五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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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不在家睡 也要長三藍房門 還有 也要放這些東西去化 在房間裡 放黃金圓寶 五蒂古詞 去化它 西南面 七呎星 五藍屬金 說口蝕 破材有關 化解 化解方法 可以用海南寶 或者在睡房 就 盡量用多些藍色的擺設 去 不好的東西 就是一些肉石類的東西 放在這裡 以及一些黃色的擺設 都不好的 西方 剛才說過 是非星 可以放粉晶的七星陣 粉晶陣 跟人緣有關 把沙壁的濾氣減輕 另外 也可以用一些紫晶的球 紫晶又熟火 可以蝕了三壁熟木的東西 既然熟火的東西可以閃 那你也可以擺 揮春 或者擺地支 也可以 在三壁位 用火蝕了它 不可以的什麼呢 就是擺木 藍色的擺設 或者藍色的礦石 這些熟水的東西 都會身旺了三壁熟木 這個是非問題 再下九指 九指熟火的 這個就是人緣 桃花 喜慶 跟感情有關 當然了 九指熟火 就是說你可以用一些 粉紅色 紫色 紅色的東西 例如這些 新型的粉晶 紅紋的七星陣 粉晶的七星陣 也可以的 再下去了 北面 北方就是綠白星 綠白星呢 現在那些串 綠帝的次元就出現了 就是用來吹綠白星的 或者你用土的意象 去身旺 這個綠白星屬金 例如可以用八個八個頭 和黃晶頭 或者一些黃水晶都可以的 再下去了 東北面 四陸 屬木 這個吹文昌和名氣 聲跡有關的 你可以用一切和綠色有關的 例如紅藥石 綠幽靈 等等這些 都可以的 又或者放文昌塔 還有植物 富貴粥等等這些 那文昌塔有一件事 就想提起你 就不要買一些 三角追體的文昌塔 因為 又是了 工水物的生產商 做錯了的形象 最好就是一條長條形的 長條形上去 就不要是三角形上去的 到一百星老 在中宮那裡 中宮呢 因為它五合熟水 所以可以放一些 和金熟有關的東西 當然意象好的 就會更加好 例如放一桶金這些 或者金髮精也可以 再下去了 但財星很重要 明年財星去了冬年 是熟土的 這是一個大財運的星 可以放和熟土有關的東西 即是黃玉石 和白玉溝 也可以 八角白玉溝 因為八角白玉溝 代表了八角白玉溝 代表了八角白玉溝 所以我問我呢 我不是想起床嗎 白玉溝溝 可以的 可以的 然後到第五刻 簡單去預測一下 整個局勢 首先 吉象是什麼呢 和熟木有關的東西 比較好的 本港 九龍東和港島東 也會較好 因為白玉彩星去了東面 所以逢東面熟木的東西 都會比較光滑 都會被白玉星吹黃了 另外 由於五黃星去了南面 所以 無論港島的南區 九龍的南區 新界南區 那個盜竊情況 和問題都會比較多 如果租樓的話 如果租樓的話 南區 當然 你說 港島南區 你租得下的 都無所謂的 不過最重要 要小心保安方面的東西 如果你說 我想找一些中價一點的地方 你去選張軍澳 沙紀灣 柴灣那邊 當然 新界東都可以的 新界東好像比較少 然後到環球方面 因為災星五黃到南方 所以 你其實會見到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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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外面的 爭奪權 還有菲律賓那邊 亦都會很多事 很多事 到正經那方面 旺星由於到東面 所以 中國的經濟都會向好 還有 如果你說 樓市股市那方面 因為 那個 100入了中東 所以大概都會是 16%的上 和16%的落 即是 大起大電 未必會這樣 經常出現 好 來到這裏 完畢了 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來 西方的中間 是沒有辦法動 應該可以 什麼 行動 因為 在家 都 拆不住 好嗎 好嗎 好嗎